东京奥运会官方实体店在日本全国有67家 东京有21家 奥运会开幕之前一直都是冷冷清清 由于日本运动员表现出色 然后突然之间就带动了奥运商品的消费 奥运商品有一样饰链 筷子 毛巾 还有这样的扇子 杯子等等 奥运文化衫等等有1200种 由于没有海外观众 没有了现场观众 官网和实体店的销售都很惨淡 还没有志愿者的上衣卖的好 由于没有了服务对象 奥运会的志愿者们就拿着工作服之后 有些人就在网上违规贩卖 还真有人马上是价格还挺高 直到被东教组委发现才被紧急叫停 开幕式之后 日本运动员的表现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惊喜 终于有了身在奥运城市里的氛围 有的实体店之前每天也是就50位客人左右 上周四联休的时候 每天能有500到800人进店 营业额也增加了5倍 但是即使出现了抢购 在东京也还是完全看不到 有谁穿着这样的奥运会的文化衫 我们在街头采访中就了解到 有些人是觉得不能进赛场看比赛 买了也没有机会穿 更多的日本民众是担心 社会上还有反对奥运会的氛围一直都在 他们不想穿着奥运衫被人用异样的眼光审视 所以人们购买的主要呢 还是摆在家里的小玩意儿 商品开发也是一门学问 像这样的扇子 应该买的人不是很多 然后像这样的杯子 据说经常还卖到断货了 这个杯子还挺有人气的 价格大概是1300多日元左右 还有就是像这样的随身携带的 非常小巧的这个也卖的还挺好的 好像可能是这种颜色吧 比较有人气 在日本国内的实体店购买奥运商品超过3000日元 大概是人民币180元左右 就可以赠送一个这样的小碟子 此外也就没有其他的优惠了 虽然开始的有些晚 但奥运商品终于是卖出去了